聽媽媽的話 要聽媽媽的話喔 妳要聽媽媽的話吧 聽媽媽的話 要聽媽媽的話喔 聽媽媽的話喔 救出妳的咳嗽過遠 我大概有咳了四年這麼久 張明妳肺還在嗎 咳嗽有味道嗎 對 就是妳在咳嗽的時候 每一支咳嗽的味道都不一樣 妳就拿吹風機 吹妳手肘這一段 熱熱熟熟的 不是熟熟 熟熟的 溫溫的之後妳就會舒緩 妳就比較不會那麼咳嗽 真的喔 這真的很奇怪 好冷喔 感冒用刺絲 用刺絲 吹手 用刺絲 用刺絲 比賽 比眼 用刺絲 我知道 不滿意 妳一定是要 你在等什麼 阿貝 咳嗽 咳嗽 怎麼樣 我的要咧 我先唱給妳聽 妳決定好 我再幫妳買啊 妳快去給我買 天冷的 麥哥這兒 酷酷掃 揪出妳的咳嗽 或原罵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主題真的是 大家最近就在酷酷掃了 真的 而且現在這個時候 酷酷掃 大家都會這樣 真的 嚇死了 可是有時候 我跟你講要揪出這個咳嗽 不同的原因 因為不見得一定是生病 或有時候是過敏 有時候 因為台灣屬於亞熱帶季 妳唯一不變的 四季雖然是很鮮明 但唯一不變就是潮濕 下雨 我以為不變的是 跟天氣有什麼關係 不好意思 唯一不變的是潮濕味 是 所以妳的咳嗽就會很容易產生 而且一旦一開始咳啊 像我就是那種一開始咳 就是往死裡咳的那種 對 我覺得咳嗽這個東西 咳起來真的是要人命 而且會咳到很煩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就要來揪出 為什麼妳會是個 酷酷嫂呢 歡迎玉天了 妳就變酷酷嫂的天媽團們 謝謝 謝謝 還有今天這一位 應該是因為咳嗽 才會穿這麼多吧 平常都不穿衣服的 玉柔 謝謝 謝謝 還有呢 今天有專業在現場囉 歡迎嘉一哥醫師 王建宇 王醫師 謝謝 謝謝 對 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氣候 因為開始慢慢轉涼了嘛 那我覺得呼吸到 難免都會有一些 比如潮溼又加上這幾天 陰晴不定的 對 一下要出炭 一下要下雨 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喉嚨乾癢 不是俗稱的 說 醫生 什麼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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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實在 現在咳嗽的狀況 我說實在的 真的比大家想像的複雜很多 對 那當你這些整個呼吸道 一出現狀況之後 他會把這個訊息傳到哪裡 傳到你的腦袋的眼水 有叫咳嗽中樞 那個地方就告訴你 厲害 開始是苦苦少 可是當你那個問題 沒有解決的時候 你就一直咳 咳嗽的成因很多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那對症下藥 我覺得才是重點 才是關鍵 因為我也曾經就是一直咳嗽 然後醫生去 他就是給你開止咳的 對 可是發現說 其實我是不能吃止咳 因為他這邊也塞起來 然後痰都排不出來 對 然後我就整個咳到流眼淚 然後咳到吐的那種 就是往死裡咳那種 就反而更糟糕 去診間有沒有最常聽到 醫生問什麼 所以問說 咳多久啦 什麼時候會咳最嚴重 對 他們很常問這個問題 我想說什麼叫什麼時候咳 不是隨時隨地都在咳 對啊 然後問你說痰什麼顏色 然後我也回答不出來 因為你不會 吐出來 你不會看嗎 我覺得看那個痰有成就感 現在超綠 超綠 好 油猜綠 好 所以咳的時間點也是很重要 是吧 咳的時間點 白天咳 晚上不咳 這個就是症狀是 呼吸道感染 感冒 肺炎 支氣管炎 梅漿菌感染 跟黃綠黏稠痰 就是你剛剛講的 北宜女綠 對 所以我這個等級最高的是不是 等級最高的 對 你有聽過這個嗎 白天咳晚上 其實我有一陣子 白天咳蠻嚴重的 而且那時候其實 困擾我很嚴重的原因 是因為那時候通告真的很多 有時候白天可能一跑下來 就兩三個 這是什麼炫耀的說法 沒有 我就是在述說 那個故事 一個故事 然後有時候你知道我們在錄影 比如說我們在講 然後譬如說別的來賓在分享故事 我說我在旁邊是咳到 我要把那個麥整個遮住 然後或者是你要 為了不要咳出來影響錄影 你會一直這樣 就是一直憋 然後你覺得 一直很癢 然後覺得 好憋 然後要深呼吸這樣 對 然後到你憋不住的時候 完了 咳死 就是一憋還沒事 你一憋還就咳 然後咳到我遮麥也沒有用 製作人偷偷從旁邊 遞水間來給我喝 我已經喝掉一箱水了 也都沒有用 就是會一直咳 一直咳 然後之後才發現是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 所以你終於發現這件事是不是 對 然後因為攝影棚真的很冷 對 然後像我就是一個 敬業的女藝人 然後以前就常常就是大 那個寒流來 就是穿那種細肩帶 或是大露背啊什麼 對 然後這邊整個胸口氣管都露出來 然後那個 整個支氣管的外面 然後那個支氣管就這樣 被支氣管是怎樣在外面 開放式 就是那個冷風這樣一直吹 吹到我這個感覺 就是支氣管好像都熟起來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抗 就是會一直咳 你今天這一套就是 最好保護支氣管的衣服啊 真的 對 但是我又怕熱 所以就是後面還是要露一下 這是什麼 散熱後面還有散熱 誰會有這樣剪裁 還是有散熱一下 OK 那時候還滿困擾我的 所以你晚上都不會咳 那一陣子真的是白天大咳 就是白天會一直咳 然後反而是快要入夜了就沒事 OK 對 真奇怪囉 像我就是白天大咳嗽的那種人 我一起床就會一直 因為過敏的關心咳嗽 再加上有一陣子又支氣管炎 我就一直猛咳 咳到腹肌都出來了喔 然後我就覺得 這誇張了吧 沒有吧 真的真的 就是一直猛咳 但是我會覺得 喉嚨有彈 我就會硬咳 還會叫我老公拍我的背 用力一點我想把彈給咳出來 就是導致越來越嚴重耶 但是腹肌不會出來 對 這個硬咳是不是反而不好啊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真的有彈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如果彈是卡在那種所謂 氣管那邊的話 你就一定會要幫它咳出來 對 那其實一般人剛才咳出來之後 彈會在喉嚨 可是一般人很奇怪喔 彈如果到喉嚨的話 都會吐掉對不對 對 可是有些人很奇怪 彈一到喉嚨咧 他就吞回去 不是奇怪 是我吐不出來 我就是屬於那種人 那其實這樣彈吞進去 基本上其實真的不太好 因為我說實在的 以前有種 那如果彈裡面有那種結合菌的話 萬一真的你吞進去之後 那個結合菌會到哪 到你的腸子 你的胃裡面 你的小腸大腸裡面 都會是結合菌 所以胃酸殺不掉結合菌 胃酸殺不掉結合菌 所以基本上說 咳嗽這個東西 基本上 不要忍著不咳 真的你有彈你就渴 那現在剛才有人說 幫他後面媽拍背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拍背這個有比較物理作用 如果你會拍的話 會把那個彈震得比較鬆 它其實會彈比較好咳出來 就是讓它鬆散 對 因為那個彈 彈連在你的氣管壁上面 說真的它很黏 多喝點水或一些化痰要進去的話 它真的很難咳 所以咳到你知道 咳到可能肋骨都會痛 咳到肚子會痛 對 會出現肚肌不會出現 出現兩塊 對 一定會開始 咳到會痛 可能要檢查上 那兩塊是什麼 其實我們很多病人來看醫生 不是因為他咳了兩個禮拜 所以他咳到哪邊的時候 咳到這邊 肋骨這邊會痛 對啊 他就擔心說是不是什麼 裡面發炎 或是什麼肋骨斷掉 這時候我們就先幫他照一張S光 告訴他 他的肋骨沒有斷 你就照一張S光告訴他 對 我跟你講 我教你一招一個方式 這個專有名詞叫 左邊的肺部 這邊比較痛 對 用右手按住你的左手 左手的手肘 壓住這個地方 輕輕壓著 往這邊稍微彎一下 肺給打開 這樣咳嗽 打開 這邊就不會痛了 這個專有名詞叫 爆肚彎腰咳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咳嗽這種東西 就跟愛情一樣來得太快 像龍捲風 根本來不及爆 是啊 去到 這樣也不對嗎 你把痰好咳出來之後 你的病程就會好很多 痰真的很麻煩 因為我又是不會吐痰那一種 然後我又不愛看醫生 醫生硬拉了我去照這個肺部 他就說 我的肺部已經全部都是痰 然後一定要用那個 鎂漿 鎂漿菌治療 就是說 鎂漿菌會造成支氣管發炎 所以就譬如說你的支氣管那部分 全部都有一些白白的 對 那白白的就譬如說那邊有發炎 有禁論 這時候就一定要用 專門治療鎂漿菌的紅霉素來處理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咳 一個多月了吧 沒錯 然後每一次做身體檢查 去照腹部都會有一點 那個 就是你照胸部X光 在那個支氣管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白白的影子 你覺得說因為你咳嗽 咳超過一個月 對 好了之後那邊會有一點纖維化 對 所以我才說咳嗽這個問題是 如果你不盡早處理 它好了之後會留下痕跡 咳嗽真的不要小看 太可怕了 我有一個小疑問就是 你們有沒有聽過咳嗽咳到後來 聲音會變 沒有 下一位 真的有一定會嗎 你會變 就是一開始是 然後到最後會有那種 那種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個會 很深度的咳 應該說 7歲以下的小朋友 有一種很特別的病 就是他這個地方感染之後 他的咳嗽像什麼 像那個狗 還放在叫 你第一次聽到那個聲音之後 你那些小時候很常 這個治療其實滿特殊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 如果你真的常咳嗽的人 你會發現 在一個咳嗽的過程當中 你咳嗽的聲音真的會變 會 它變的聲音是代表說 你的問題其實是 往好的方向走 跟不好的方向走 其實是可以聽得出來 不過你聽過一次之後 會覺得那個聲音 聽起來還滿 輸 輸 印象會非常深刻 他會在你深呼吸的時候 突然還會在尾端出現 有 有一個 對不對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人在合唱 對 自己有阿卡貝拉 是 感覺 大家 因為像我媽她就是前一陣子 有一次感冒比較久 那時候鼻涕什麼都好 但是就唯獨咳嗽 咳大概也是一個月都沒有好 那時候醫生就有建議要照那個 X光 然後跟小禎姐說的樣 就是肺部會有那種小白點的 對 纖維化 那可是換了很多個醫生 都一直治不好 原本從一直大咳 慢慢有變就是比較少咳 但還是咳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到變天 只要現在變天 我媽就會開始嚇起來說 又沾沾了 又沾沾了 所以她就會拿那個德國的白擦油 我不知道大部分 對 就一直擦這裡 然後就用吞的說可以去痰 然後 喝下去嗎 對 喝下去 然後還有擦那個喉嚨 她說這樣子可以去痰 然後後來真的就是 狀況就比較好了 有這個偏幫喔 她是用薄荷 應該說啦 如果你的問題是咽喉不舒服 喝一些涼涼的 或是喝一些東西溫水 基本上其實 主要是濕潤 對 主要是濕潤 咳嗽的尾巴最難好 所以我們常常在嘗嘗很多病人 就是說看了兩三個醫生之後 看了第五個醫生 第五個醫生把他收好 所以那個第五個醫生比較厲害 其實沒有 那是因為你本來就快好了 是中間過程 對 像我之前生完小孩的第一年 然後就是因為 媽媽都是睡眠超級不足的嘛 所以免疫力下降 所以我已經 那時候我記得 我咳一年 一整年都在咳嗽 就根本就是 就是 而比喉克的VVIP了 就是三個月 兩個月就去報到一次 然後到後面醫生已經說 你怎麼又來了 我覺得 你好像有一點是變成心理的喔 然後就開了維他命C 跟維他命B給我 那當然還有一些 就是比較治療症狀的 控制症狀的藥物 王醫師像他這種心理因素 一直賴在人家 整所不走 不會啦 其實像愛保重 兩三個月才去一次 你有什麼心理依賴 像你只是說 吃那些維他命B或C 對感冒有沒有效啦 對啊 因為我也聽過說 C好像只是預防 但你真的發起來說 好像沒什麼效 應該說其實現代人應該說 生活作息比較忙碌啦 然後飲食比較不正常 會缺一些這種水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我都跟病人講 其實你生病了 就表示你的免疫力不好 多補充這些 對你的健康是有幫助 可是你要用吃這些東西 來治療咳嗽 可能基本上 它不是針對咳嗽這個問題 好的 剛才是這個白天咳嗎 現在咳嗽時間點就是 睡前咳 平檔就咳 這個我比較常這樣子 這整個是過敏性鼻炎 鼻涕倒流 鼻鬥炎 它的痰會是透明的痰 透明痰 好無聊喔 透明痰 透明痰可以吐很長 然後吸回去 好噁喔 我們國中都這樣比賽 透明痰 最喜歡透明痰 好噁喔 我兒子 因為我們全家都有鼻子過敏的問題 然後只要天氣季節變換 就是天冷了 他只要躺下去要睡覺 就開始狂咳 然後每次去看醫生就說 你這就是鼻涕倒流 不是感冒是鼻涕倒流 那我就會家裡準備一些 常備的藥水給他喝 然後給他喝完他就會說 媽媽我要吃糖果 然後你又給糖 然後糖就又生痰 所以又加上鼻涕倒流 然後又有糖 就狂咳 他整個喝完藥水 躺在床上還是咳 所以這一切都是 始終用水就是你啊 對啊 為什麼是我 你給他糖幹嘛 可是小朋友不是吃完藥 就是要吃糖嗎 你知道他吃了就會咳成這樣 不是啊 我說不然你醒一下鼻涕好了 醒完把鼻子裡面的鼻涕清出來 你就不咳嗽了 然後他就不愛醒鼻涕 他真的是很 就是他寧可 就是把鼻涕吞下去 他也不肯醒出來 對啊 這個真的是麻煩喔 因為其實像我從小是 氣管本來就不好 所以我常 我小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常被我媽打巴掌 是因為我時不時 不管在做任何事情 我都會 一直會這樣子 輕彈 就是我會一直去清喉嚨 就感覺有東西卡著 就是我會一直有那種 就會一直這樣 原來你那是氣管 我也是這樣 我差調皮耶 我以為是妳個性有問題 真的 我從小就小 過了一次被咳嗽產生四年 有與了咳嗽咳到有味道 我想可能 現場沒有人抵過我的時間 我大概有咳了四年這麼久 好可憐喔 張靈 妳肥還在嗎 我是前半年才好的 蛤 孩子長大就好了 聚精 聚精前半年才好 聚精前半年 誇張耶 對 你知道咳嗽有味道嗎 對 才在有味道 就是妳在咳嗽的時候 每一次咳嗽有味道都會 不一樣 然後妳只要感覺到 味道不一樣 妳就說我要看醫生 所以我媽就常說 妳不准再這樣子 用妳的喉嚨 因為會受傷什麼的 可是那沒辦法改變 因為是天生的嘛 所以就變成是我 晚上要睡覺那段時間 我會咳得超級厲害 而且我咳到嚴重的是 然後妳起來之後發現就是 妳要嘛就是鼻涕卡住 要嘛就是彈卡住 讓妳呼吸變得不順 對 所以我很常有時候醒來 是因為真的被卡住 然後就是嚇醒 然後就 吐出一口彈 好可怕 就真的是會變成這樣子 好可怕 好可怕是真的卡住 而且最近很明顯 妳就想說是不是老了 就是我好害怕 有一天會不會卡住 就這樣走掉 妳想太多了 好可怕耶 而且彈卡住是真的滿恐怖的 而且很濃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小朋友不會醒鼻涕 記得小朋友如果要醒鼻涕 會不會跟他講 嘴巴張開醒鼻涕 對 耳朵 嘴巴要張開醒鼻涕 萬一妳鼻子塞得太厲害 妳嘴巴不張開 妳硬醒鼻涕的時候 那個氣壓會衝到耳朵 會變成耳朵 會覺得不舒服 甚至有可能會引發耳膜的受傷 那剛才今天提到說 躺下去就有殼 基本上它有可能過敏殼 可是如果說鼻涕倒流的話 倒流到一個程度 可能拖兩張禮拜之後 變成鼻痘炎 但是鼻痘炎之後 我告訴妳 它那個鼻痘炎的鼻涕倒流 那個鼻涕就會出現 像強力膠一樣的那麼黃 它就不會是很白的 這時候妳就只能拿衛生紙沾水 進去裡面把它慢慢轉 就會轉出這樣一條 整個黃色的 所以說那樣子的話 已經開始有鼻痘炎的現象 基本上它光看醫生 洗鼻子 清鼻子 吃藥 可能都要兩三個禮拜 你不要講小孩 大人 因為我很常鼻痘炎 是 而且鼻痘炎起來其實是會滿痛的 對 滿痛 因為是上這個地方 鼻子不舒服 對 然後痛起來 嚴重起來 又牽到頭什麼都整個就很痛 聞不到味道 很不舒服 然後真的是 你要醒 用力一醒也醒不出來 對 然後你醒完之後 然後想說是不是醒乾淨 結果你這樣子的時候 怎麼後面又有鼻涕 又有震動感 就是一個源源不絕的鼻涕 對 像我小孩她才一歲 她就是不會張嘴醒鼻涕那種 所以我就曾經幫她用嘴巴 把她的鼻涕吸出來 我媽都吸鼻涕了 可是那時候真的緊急的時候 你就只想趕快幫她清出來 然後我就 我老公就說 又沒關係 胡適的媽媽也幫她吸過 那是填眼睛吧 對喔 人家是填眼睛 對 她就跟我洗腦 我覺得好像也 朱志欽是撿橘子 然後那邊 她有吃錯了 對 那邊從臉上貼金 所以後來她弄出來 有比較舒服一點 就弄 我真的用嘴巴幫她吸出來之後 她就通了耶 就通了 然後就換你感冒了 真的嗎 我沒有吃進去啊 因為細菌不是就這樣 抓交替 對嗎 會這樣子 基本上啦 這些都OK啦 那如果說你的抵抗力好的話 說實在你這樣去吸它 不會有事啦 所以你可能真的用力吸 可能會把那一坨鼻涕 那你只要吐掉的話 基本上你都也還好啦 所以為母則強 媽媽偉大就在這個地方 這沒辦法 我還是跨不了那一關 菱小姐請問一下 幫小孩拍彈怎麼拍嗎 因為我每次把他拍到 他五張六幅都快一起散了 我也拍不出來 那表示Grace媽媽 你小時候沒有幫過小朋友拍 吃完奶 吃完奶 不是要這樣拍嗎 跟那個是一樣的道理 對 都是一樣的道理 兩餐之間 你有空就幫他拍 因為這主要是靠一個叫物理震動 那甚至如果說他真的鼻涕很黏的話 你幫他冬天嘛 你到浴室去弄個熱水 不是有那種炊煙鳥鳥嗎 或是有蒸氣的時候 這時候你幫他吸那個蒸氣 所以順便幫他這樣拍的話 他那個彈就很容易 對 這些都是照顧小朋友的技巧 是 注意那個拍的時候 不要拍到頭頂 拍到頂 他長到男鄉的時候拍到頂 誰會拍到頭頂 拍到頂 找不到 你車到了吧 沒有交車嗎 沒事沒事 對 對 蜘蛛人那一嘆氣有夠大聲 這其實拍到底滿好笑的 謝謝 謝謝 然後我的咳嗽很經典 就是我想可能現場沒有人抵過我的時間 好笑喔 妳肺還在嗎 對 小孩國中都畢業了 很可怕 然後如果用程度來分的話 剛剛有分白天咳跟晚上咳 如果白天咳我是六分的話 我晚上咳大概有九分 晚上比較咳 晚上比較咳 就是你一躺平的時候 它那個冷空氣因為跟你的呼吸好像是平行 所以它就會灌進去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生了老二要生老三的時候 那我也是因為生老二感冒一直沒有好 所以一直在咳 好 然後生老三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產前都會準備什麼 產包啊什麼的 我不是 我就是準備 然後雪天 雪擦果 然後什麼什麼 喉糖 因為我很害怕生產完 在恢復室還有在月 對 在那個產房上面的時候 那個冷氣你濕進去 然後你一直咳 你知道有多痛嗎 對 就是你那個傷口 對 好痛喔 對 然後我的麻醉一醒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我會不會咳嗽 因為太痛了 然後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咳 咳到我們家小朋友 老三已經現在三歲 我是前半年才好的 你是說突然就好了嗎 前半年 前半年 孩子長大就好了 聚精 聚精前半年才好 聚精前半年 誇張耶 對 然後好險我好了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咳嗽很不方便嘛 對 然後我那天來錄影的時候 對面還有一位小兒科醫師 然後我跟媽媽們在聊天 那有的媽媽還懷孕 要生產 然後大家家裡都有幼兒 我就咳到一個不行 我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那小兒科醫師看著 我就一直這樣 生意上門了 來來來 健保卡拿出來 超尷尬的 你現在咳嗽真的很容易被人家 對 很尷尬耶 很尷尬耶 那你後來怎麼好的 我後來就是試了很多的方法 就是中藥 補湯 然後什麼都試了 然後吃了很多罐那個粉光森 然後一直到是 因緣際會遇到一個醫師 然後那個醫師呢 他給我用了一個 是氣管擴張劑 對 他就是想辦法讓你的肺部 不要這麼敏感 然後處在一個 拉長那個敏感的時間 讓它可以穩定一段時間 然後你慢慢去修復它 那支氣管擴張劑是 也是可以常用的嗎 應該說Grace你的症狀 就是 醫生給你的用藥 應該說那個 噴劑裡面會有兩個成分 一個是支氣管擴張劑 還有一個 它有個低劑量的類固醇 基本上應該說會咳嗽 會咳到那麼久以上 一般來說你的真的是 再讓你咳下去你就會 就是叫氣喘了啦 算你運氣很好啦 但是你身體一定要好好保養 不然理論上 這個狀況 應該還是會再來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我也是會像它這樣子耶 但是我就不敢噴那個啊 就是 支氣管擴張劑 吸一下那個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每一次的咳嗽都更難好 然後呢 就最後有點要 要傳 要傳的 要傳起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都沒有傳起來 這個時候我一定要特別強調 如果說你有被醫生診斷出 不管是你的小朋友 或是大人有氣喘 就是我們現在的標準治療方式是 定期要噴那個類固醇 定期噴 然後真的你有狀況的時候 在噴那種 讓你的氣管擴張的 那現在有一種新的是兩個 合在一起的 就是你直接就可以這樣噴 那這樣才保護你的氣管 否則你的氣管吸到冷空氣 它就會收起來 就會很敏感 那如果你在一個感冒 彈一多 你就一樣也是 那個咻咻聲就會出現 對 哭哭掃這當中 其實因為氣喘這個病因 其實佔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叫做 以前嚇到手 以前嚇到貴咻手 以前嚇到群手 以前嚇到群手 以前嚇到黑咕手 這就規定在黑咕手 這個氣喘 黑咕手 氣喘的 對 氣喘 我女兒小時候也是 很可憐啊 她這個都遺傳到我 所以她小時候真的是有在噴那個 但好像後來長大也就 對 就說青春期啦 我們想說 你在青春期之前把度過 然後青春期這段期間 好好顧身體 好好運動 我特別強調 身體夠好 要運動 或許過了青春期之後就會好 真的 運動改善滿多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感冒 當然 對 這種話不能這樣講 不能講 不能講 因為出事 運動真的還幫助滿多的 是 你最多最久的咳多久 因為我已經習慣咳嗽這件事 從我小時候到長大 所以我大概知道它咳的 那個咳出來的聲音跟感覺 它是這次是嚴重的 還是就是輕描淡寫的過去 所以有時候可能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 所以你有時候在家裡咳一咳這樣 嚴重 對 真的有感覺 有時候你咳 咳一咳 然後想說這次滿嚴重 要去看醫生 可是我約莫 都在咳一個禮拜 我覺得沒事我就不會看 但是有時候拖到一個月 我覺得這次有點嚴重 因為咳到我快燒聲 就是那個感覺味道不對 你知道咳嗽有味道嗎 對 對 就是你在咳嗽的時候 每一次咳嗽的味道都不一樣 然後你只要感覺到 那個味道不一樣 你就說我要看醫生了 真的嗎 大概是什麼樣的味道 沒有 因為有時候咳嗽味道 我講不出那個味道是什麼味道 是那種體內的一個病毒 還是什麼的味道 我幫雨柔講 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你本身是鼻竇炎的人 鼻竇裡面那個鼻涕 會有帶點苦臭味 如果是從支氣管出來 剛剛有那種像 郵差綠 北女綠的話 那個痰 我告訴你 那個痰也帶苦味 那這邊給大家個觀念 咳嗽超過兩個禮拜 一定要去找醫院 基層院所或醫院要照X光 因為說實在 台灣對於肺結合這一塊 還是非常注意 然後再過來 台灣人有個習慣 都覺得看醫生 一鐵要見效 三鐵要根除 對啊 很多醫生這個 吃了一次不好 就想要換家 給他一個觀念 如果你看一個醫生感冒 看了三次 你可能三天或四天回去看 看得到快一個多禮拜 都沒好的話 你再跟醫生討論說 是不是要做一些其他處理 女兒吃的毛病多 洗鼻腔腳斷天天上演 醫生會叫我媽媽去買針筒 從我鼻子灌進去 就洗我的鼻腔 就是因為我以前太常 對 我的專長是 其實到我運動之前都還是這樣 現在真的 運動開始真的好多 你身體都很好 你要想上次用健保卡 什麼時候你想不到 我上次用健保卡的時候是幾天前 真的很醜 真的很醜 來開門 有些人餵食刀逆流的人 也會 對 他晚上11點吃完宵夜 結果他11點半就會躺著睡覺 結果12點就咳了 那對就幹嘛 就是餵食刀逆流 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醫生在看病的時候 我說為什麼咳嗽這麼麻煩 而且為什麼要問這麼多 你什麼時候咳 有沒有什麼吃什麼怪東西 有沒有什麼幹嘛 為什麼吃冰的 吃冷的 是罩的 這些東西就是為了要 理清說你的咳到底是什麼原因 像現在有了小朋友啊 如果你是晚上睡覺咳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因為他就睡在你旁邊 會吵醒 對 所以像 我就是睡覺的時候咳嗽 可是我就會要拿著棉被 就 要憋咳 就憋 憋咳 然後可是因為你憋咳 所以你沒辦法一次咳出來 你就會咳得更嚴重 然後像前幾天 因為天氣變冷 我就憋了一口氣 然後衝到客廳 然後想說一次把它咳完之後 找個喉片喊著睡覺 但找不到喉片 後來我就在桌上看到一包 聞香片 就喊了 至少整晚沒有被聞之聽 就看到一包那個無糖口香糖 無糖那種超涼口香糖 我就一次吞四顆下去 超涼 口香糖吞下去 你把它吞進去嗎 不是就咬 整個口香就很涼嘛 聽起來很像在胡說八道 但是就很好睡 就涼涼的 對 就快很好睡了 所以有時候鼻塞的時候 吃那個超涼的耶 是立刻就痛了 就痛了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咳嗽有一個是因為咽喉 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造成咽喉不舒服的 這種你吃一點 喝一點溫水 吃一點涼涼的薄荷的東西 基本上它有局部治療的作用 只是說當那個時間過了咧 你還是一樣咳 這叫就標準的叫 我覺得有一個疑問很奇怪 為什麼可以吃涼涼的東西 但是喝冰水 就會咳得更嚴重 這個就很奇怪 因為冰的東西一倒下去的話 它會到石道 會影響到氣管 那因為涼的東西 你是含在那個地方 它含的地方就是 它只是局部散發出那種 有點類似薄荷的感覺 要是要過了你還是咳 對 OK 好的 那接下來第三個 半夜咳 清晨咳 症狀是過敏氣喘 多半無痰且乾咳 分享我的心路歷程真的很可憐 我從小 我就是要用那個蒸喉氣 就是會有水蒸氣那種 每天就是在家裡一直蒸喉嚨 然後還是還要含在嘴巴裡面蒸 就讓那個蒸氣直接對嘴巴 然後小時候 你們剛剛講那個噴劑有沒有 對 因為我真的是咳到氣喘 就是我真的氣管不好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家有超級多 大罐的食鹽水 然後醫生會叫我媽媽去買蒸筒 然後蒸筒當然沒有那個蒸的頭 就是只有那個蒸筒而已 還要吸那個食鹽水 然後從我鼻子灌進去 就整個把 對 就洗我的鼻腔 為什麼我從小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好痛苦喔 就是我已經習慣到我還 之後自己可以拿那個蒸筒槍這樣 這樣兩管 然後把東西吐出來 就我已經習慣到這種程度了 就是因為我以前太常 沒有表演 所以我的專長是洗衣的 真的 就是已經習慣到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除了噴劑也沒有用 因為我就是會喘嘛 然後你晚上真的沒有辦法 像長大之後 其實到我運動之前都還是這樣 就到我接觸運動之前都還是這樣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除了噴劑之外 你可能還要吃藥 然後像我老公可能也會想辦法 比如說買成藥或幹嘛 就是自我的咳嗽 我覺得蠻妙的耶 就是說運動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會改善這麼多啊 運動自白病是真的 其實說實在我本身小時候 我氣管也不好 我去當兵 當了一年十個月的兵之後 每天操 操完之後 我發覺我身體就真的變得很好 從此之後 我開始退伍之後 我就開始跑半馬 所以我發覺說其實運動這個東西 尤其對呼吸道 基本上其實運動是有它的幫助 真的 而且特別強調說 為什麼你對冷空氣會過敏 因為你的身體就不習慣那個冷空氣 當你開始跑步跑久之後 你又發覺一件事情 那個冷空氣對你來說 真的沒什麼 就沒什麼啦 就習慣 因為以前像到這種要變天 對 絕對逃不了感冒的 對 但是我現在真的運動開始 真的好多你都 身體都很好 你要想上醫師用健保卡 什麼時候你想不到耶 我上次用健保卡的時候 是幾天前 真的很常來開門 你以前是你只要一變天 你就會需要去看醫生 然後當你開始正常運動的時候 你會想說我上次看醫生是什麼時候 好像兩三年了耶 對 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其實 算了啦 跟他們講都沒有用 他們要不要去健身房 就在裡面 三個檔心 我可以補充一個 就是因為我的那個 做了很多的檢查 那我的醫生他看到我的肺 假設肺是這樣 他說有一部分已經 就是 因為被壓扁之後 你的症狀一直都沒有痊癒 所以他就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 所以你要好的話 你得靠運動 用有氧把它再撐回去 否則他其實平常就長這樣 所以你就很容易 因為支氣管被壓縮而過敏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扁他 因為他 我們常說我們肺部很特殊 它是個呼吸道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萬一你一直慢性的一直發炎之後 就會有一些叫纖維化 纖維化就會限制你肺部的一個擴張 這時候你的肺功能就會變低 那這時候你只好靠運動 增加幫他撐開 幫他撐開 所以為什麼說 喜歡運動的就覺得越運動 他整個身體狀況越好 那你越不做的話 你就越縮越縮 你的肺就越來越縮 你可能以後 變成爬樓梯走路你都會喘 那挺胸可以嗎 挺胸有用嗎 挺胸是最基本款的 挺胸是運動的 那醫生需要拿開的 訓練呼吸呢 訓練呼吸呢 就是 其實訓練呼吸跟挺胸 基本上 甚至你說練那什麼 護士呼吸 那都是叫基本幼稚園款 對啊 你要做到什麼 有氧 為什麼叫有氧 你要會喘 要像有隊 這樣提升 算 他們不懂 你講到後面 就要做一集了 你講到後面會覺得有點生氣 是不是 沒有人有氣喘嗎 有 而且我小時候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 每個禮拜都要跑診所那種 然後媽媽就是很辛苦 小時候都是要抱著我睡覺 因為我就是也是小時候 一躺下去就會很喘 然後尤其是天冷的時候 我就是小時候都要戴著那個 吸的那個 自己管擴張機 對 一定要戴著擴張機 每次去學校只要有那個 跑步比賽 然後天冷的時候我就 老師就會打電話給我媽說 他又氣喘發作了這樣 然後就是要看他吸那個 然後就是趕快每天就是要送急診這樣 然後現在長大了就是 有好一點 就變成是過敏 鼻子過敏而已 但是鼻子過敏的缺點就是 他會一直引發那個 過敏感 過敏引發的感冒 對 然後反正我每次去看醫生說 你就是過敏 就是也沒辦法 你就是一直醒醒到後面 變成在咳嗽這樣子 然後所以現在好一點了 但是 就是現在忽然變成我老公 我就是每天早上 不知道他年紀大了還是怎麼樣 今天每天早上都一直在乾咳 就是可能他覺得很冷 有冷空氣吸引去 一早起來一定會先咳 然後常常就是 咳咳咳 乾咳到這樣 會這樣吐喔 會這樣吐喔 我說你怎麼了 對然後他就說 沒有喉嚨很癢很乾 然後他說沒事我喝個水就好了 然後 有一次很嚴重 就是他咳咳咳 他就是不管他 也不去看醫生 就是咳到吐血 所以他吐出來是有血絲 對啊 所以以前古裝劇那種 咳到吐血 是真的 結果他是過敏性鼻炎的 如果像以前的人 如果咳嗽看到那個 手帕上面有一大塊血塊的話 我告訴你 在以前 我們不了解肺結核 很多人就是肺結核就叫肺老 它是個老病 他會一直咳出什麼狀況 會咳出血來 所以這個病基本上為什麼 咳嗽超過兩個禮拜 要去看醫生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怕說 你真的有可能這個疾病 再過來有時候 因為你咳得太大力 一般來說 因為你咳嗽 咳太大力 你的那個支氣管的黏膜受損 這時候你彈出來之後 上面會帶什麼 會帶血絲 然後那個地方一受損之後 他大概要兩三天才會好 可是這兩三天 你可能不咳嗽嗎 不可能 所以你下次一咳的時候 又把那個咳出來之後 又咳出一個什麼 黑色的什麼 血塊 為什麼 因為它是結痂的 又被你咳出來 所以你就在那一陣子 就一直咳 一直咳 然後又有血絲又有血塊 會讓你很害怕 這時候很簡單 害怕就會來看醫生 看完醫生就照S光照 S光就吃藥 然後慢慢控制你的病情 OK 那慢性咳嗽久了不治療 會變氣喘嗎 到底是先氣喘 還是先慢性咳嗽 其實我都跟病人講 你是先有氣喘這個病 你才會咳兩個禮拜 兩個月 四年 所以不是咳久 咳到氣喘 我都給它一個觀念 你本來就是一些黑咕 其實你氣喘引發了咳嗽 對 那其實現在剛才有個媽媽提到說 其實小朋友氣喘有個特色 他睡到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他會睡不著覺 他會坐起來 因為我們常說那個時候 三點到五點是走費勁的時候 這時候只要是有氣喘的人 他三點鐘一定會醒來 而且他一定要坐著 他一定要坐著才能夠呼吸 他連躺著的時候我告訴你 他整個肺像被淹沒一樣 這時候你就要得過來抱抱他 你讓他的背貼著你的胸部 給他溫柔的話 讓他能夠熱脹 氣管慢慢打開 然後再你這樣抱著他 他可以慢慢可以睡覺 否則我告訴你他真的沒辦法睡覺 甚至他可能要這樣趴著睡 可是趴著睡的話 被如果受涼的話 對 如果被又受涼的話 一樣又咳嗽 那個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不要緊的啦 可樂樂樂的喝下去就沒事了 再加個檸檬 效果棒棒 我真的喝下去 就沒有咳了 還是你要打電話問錯了 對 我還是要往查 這裡有一個肺筋 你就拿吹風機 吹你手肘這一段 熱熱熟熟的 不是熟熟的 熟熟的 溫溫的之後 你就會舒緩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咳嗽 這麼方便 這真的很奇怪 我特別強調 噴氣的局部類固醇 是來保護你的氣管 當你的氣管有被保護 不要那麼敏感 過敏原家裡排除 再加上配合這些東西 其實咳嗽真的沒有那麼難 只是一般人心理上面 很難跨過那個坦 醫生告訴你 那是噴氣要每天噴 甚至很多小朋友噴的時候 媽媽都會擔心說 是噴久了會長不高 會幹嘛 很多跟病人講 她一直感冒 一直咳嗽 晚上睡不好才長不高 讓她好好噴藥 好好睡得著 她一定可以長得跟小禎一樣高 還有一種 她是說過敏氣喘這個 就無法運動 是有這樣的說法 她在運動之前15分鐘 噴一個脂氣喘擴張劑 其實大家有個觀念 其實很多奧運選手 拿金牌的那些選手 其實他們有很多人也都有氣喘 我老公小時候是氣喘 氣喘兒 嚴重的氣喘兒 然後他現在是職業選手 然後他現在是職業選手 你看對面還是不運動 好啦 我覺得這個預防咳嗽的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夠提供給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我覺得找出這個為什麼咳嗽 然後對症下腰當然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平常也是要靠食補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自然純天然的方式 可以來幫助我們這個保護我們的喉嚨 對 有沒有用什麼食補的方式嗎 有嗎 我出門都會泡那個 琵琶糕 威士忌 沒有 用琵琶糕 但是還不能很燙喔 就是不能是燙口的皮 你要溫水 然後泡琵琶糕 我會泡一壺放在身上 就是一直維持我喉嚨的濕潤度 我就不會一直咳嗽 或者是我會泡任何茶類 但是我會加那個甘草片 就加一片就好 就加一片甘草片 然後我就會放在水壺裡面喝 其實狀況就好喝 沒想到妳這麼養生 當然 都運動了 又不是騙人的 當然 我小時候 我媽都會說鹽巴殺菌 所以她會用橘子加鹽巴 然後進去微波爐弄熱 然後給我吃 然後還有像雨柔姐 剛剛分享的琵琶糕 我媽也會說 你加一點鹽巴在琵琶糕裡面 然後直接含在嘴裡 吞進去 所以我小時候就吃重鹹 鹽巴有這個功效嗎 應該說其實 鹽巴要殺菌有難度 最好的化痰藥就是水 那很多人是因為喉嚨乾 喉嚨癢 這時候你喝一口溫水 而且這個溫水是慢慢喝下去 你不是一次喝一大口 這樣喝一大口過去就過去了 可是小時候咳嗽感冒 媽媽不是都叫我們喝什麼 沙士加鹽巴 對 那是古時候沒有咳嗽湯漿的時候 沒有咳嗽湯漿 等一下 對 醫生等一下 因為我有一次去香港 然後就是 因為他到香港第二天 就開始有點下雨變天 然後因為可能零到雨又變涼 所以我真的就有點 開始小咳嗽 然後我那個香港的朋友 就跟我講說 不要緊的啦 可樂樂樂的喝下去就沒事了 再加個檸檬效果棒棒 我真的喝下去 就沒有咳了 可樂就是 加肉 他的前身是咳嗽藥水啊 對 然後加檸檬 熱可樂加檸檬 所以是真的嗎 可樂就是不是你了起來 可樂就是不是你了起來 他沒有療效 但是基本上他叫你多喝水 多喝溫水 為什麼要加熱 我們常說趕快的時候 就是不能吃冰的 要熱熱的喝 那基本上其實一般人 其實喉嚨不舒服 叫他單喝水啦 他會覺得不舒服 這時候可樂好像加熱之後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比較好 那基本上還是靠水的功能 如果真的那個可樂有效的話 那個市面上那個黑藥水 那個乾草黑藥水就不用賣了 沒有 所以他不是感冒糖漿的後代 因為網路上真的有這個流傳 當然不是啦 感冒糖漿的後代 應該是會前身啦 當然不是 還是前身不是後代 不是喝甜的東西 反而會加重 可樂本身超甜 結果反而沒事 還是你要打電話問可樂 好奇 如果喝白遜可樂怎麼樣 對 只要用水都好啦 就是反正讓喉嚨滋潤 而且我之前常去看一下 他就說是不能喝熱的對不對 要溫的 因為他常說咳嗽喝熱的話 會越咳越嚴重 是嗎 冰水是一定不行的 但是喝溫水 熱水的話 其實有時候看 其實如果大家有個經驗 如果小朋友得到那個 泡疹性菸霞炎 就是所以肠病毒的一種 你知道那樣子 他連 炎室溫的水都喝不下去 他這時候只能吃什麼 只能喝冰水 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自己去試看看 你現在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哪一個你比較舒服 其實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所以一般來說都是喝溫水 就是要多喝水這樣 那你就會擺病起於寒 身體保暖好像是不是 比較不容易受寒 你有這樣覺得嗎 對 我小時候我媽媽就跟我講過一個偏方 如果你是因為受寒而咳嗽的話 你就拿吹風機 吹你手肘這一段 就可以舒緩耶 這麼荒謬喔 這真的很奇怪 對 我還上網查喔 這裡有一個肺筋 所以把這一段吹熱熱熟熟的 不是熟熟 熟熟的 溫溫的之後你就會舒緩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咳嗽 對 這個 好妙喔 我第一次聽過 我只能說啦 如果真的按照中醫的說法 或許那邊真的有個進入 那那個地方 因為基本上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受寒 我們人體其實滿怕受寒的 那如果說只吹那個地方會好的話 其實說實在 我常講一句話嘛 有些這種東西 第一個 電你也不可能吹到 把手都吹熟嘛 對 那如果真的吹完 有改善的效果的話 其實說實在無仿式就是嘛 可能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我是有試過一個就是 因為身體上面如果有一些狀況 其實以中醫的角度來看 他會覺得是你 某些經絡不開 對 所以因為我已經 試到沒有方式可以再試了 你還有東西沒試 你只是不試而已 就是運動 這個好難 這是最後一個我沒有試的 對 然後推拿師 他有一個偏方 就是不論你是驚痛去找他 你頭痛去找他 或者是我咳嗽去找他 他都會跟我背對背 然後把我整個人 擁抱 開脊椎 對 開脊椎 還有胸部 就是我跟他背對背 然後他會把整個人背起來 然後把這一段就是拉開 然後原理就是讓你的身體的 那個氣血可以順 但這跟我婆婆教我刮痧 是一樣的道理 對 差不多是這種意思 對 他就說要把後面的筋 鬆開 然後整個順了之後 你就 咳嗽就會比較好一點 對 對 我想看一下王醫師到底要忍到 其實 不是 笑得很僵 對啦 應該這麼說 我這邊有提供大家 身體保暖六個部位 在第一個部位是哪裡 就是背部 對 三點到 像這一種 喉嚨包起來 然後背部露出來 對 其實說實在 其實這個它基本上 如果今天的攝影棚 真的比較冷的話 我說實在的 它今天回去可能就會 真的會咳嗽 那可能它真的回去會運動 可以抵消掉 再過來 其實我們身體 肚臍就比較幹嘛 有腸胃的問題 而且最近腸胃型趕快的病人很多 所以大家真的肚臍要多照顧好一點 再過來 像腳底 我們都知道其實腳底的穴道很多 如果真的冬天天氣冷 尤其手腳比較冰冷的人 我都建議它什麼 穿襪子 而且當然腳底溫暖 小朋友真的身體會好很多 再過來 頸部 我們常說其實很多人因為脖子冷 它有很多人不舒服 對 尤其你後面的大枕骨 這個地方就 所以脖子跟你的背部 如果能夠用個圍巾 把它圍起來的話 這個冬天你的呼吸道 會真的會順善很多 那肩膀就一起披個披肩披好 那膝蓋的話 如果說很多老人家膝蓋本身也要保暖 我們常說其實身體很多地方 基本上都是要保暖 那運動只有一個目的 那你全身都是幹嘛 熱活 對 懂嗎 從腳底漏到頭頂 所以我常說很多問題 其實希望運動可以解決很多 再不行的話其實 我都覺得說 如果你沒有時間像雨柔一樣 去做那種很激烈的運動的話 在家做柔軟操伸展操 所以你做個 對 做個五分鐘 十分鐘 對 而且你可能一天 早上做一趟 下午做一趟 晚上睡前做一趟 起碼你這樣一天其實慢慢累積 你也做得到五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而且你的身體會比較軟Q 真的對身體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OK 雨柔你運動完之後你會 會立刻換乾的衣服 還是你會保暖嗎 會 因為這個問題我只能跟你聊 對 因為其實我的運動還滿特別的 像我一個禮拜有三天是選手訓練 兩天是自主練習 現在內容都不一樣 那我選手訓練的運動量很大 是大到那種 就是我們結束男女生全身都是汗 地上都是濕的 就衣服是可以擰出水 所以我們當下一定要馬上洗澡 因為你不可能這樣出門嘛 衣服換下來一定是長袖長褲 就是外套都會穿好 即便我還在事後在燃燒 還是很熱 但我衣服都還是會穿起來 我也是 因為那個時候如果一進風 你一定會感冒 真的 口風很冷耶 對啊 所以真的還是要 你們都沒這種空 因為咳嗽是身體發出的警訊 不要小看咳嗽 這個小小的動作 就像剛剛王醫師說的 其實它可能帶很多的狀況在背後 對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世人都一定有咳嗽 人在江湖走 有沒有 咳嗽必備的 但就咳嗽這個病因 今年我們討論過 那麼複雜又這麼多 所以需要對症下藥 那你怎樣對症下藥 就是要去找好的醫生啦 是 聽從醫生的指示 不要自己亂停藥 也不要自己又亂吃藥 才不會當一個酷酷嫂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在哪裡看呢 是的 在聽媽媽的話 臉書粉絲團 YouTube IG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追蹤 是的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